是放在我家裡的水 除了這一桶還有別桶的水 也被放浮水 孫安佐在鏡頭前拿起一堆瓶裝水 說這些全是浮水 這一桶 喝下去的當下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很苦一樣 竖起來真的是苦的 我直接吐掉 我爸放浮水是在沒有經過 我同意的情況下 請問這是對我好 還是什麼 這叫下毒 控訴爸爸孫鵬放浮水等同於再下毒 只是孫鵬會這樣做 疑似是認為孫安佐被下骨 我現在沒有中血 我相信那個骨也已經破掉了 怎麼知道是被下骨 因為在那個醫院 一個現代化的醫院 被尋向是現代巫醫的人搞了 稱自己在泰國被下骨 好不容易死裡逃生 孫安佐IG更連發了30多篇動態 疑似在回應呼麻風波 而根據平面報導 孫安佐返台後經常不吃不睡 還會突然往外衝 愛子心切的媽媽迪音 趕緊找他幫忙 這個帶出來就表示 別罵就要聽我 阿希的老婆有觀音代言人支撐 常幫助信徒化解災厄 阿希的經紀人也證實 孫安佐有道公里忙 為了護兒槓上敵鷹 孫安佐下股風波越演越烈 3D新聞聰明言林鈞 台北從報導